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今天節目當中請到一位美模擬 他們跟他的女兒走出望遠 兩個都... 好像金螞蟻一樣 雖然他的女兒吃得不滿意 因為他說 你怎麼跟我跟媽媽說 我兩個跟你的節目 不過他真的保養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他想到保養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請教他 因為小孩之後 還保持到四季一樣 當然還有一位 我們今天另外四十位營養師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請教他 因為他真的是個達人 很多問題他都懂哦 好的 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美模女 就是我們布蘭妮 還有我們營養師余朱清 歡迎二位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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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美模妮布蘭妮 大家好 我是營養達人余朱清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好的,歡迎 當然我們在節目當中 另外請到兩位日本來的 特別來賓哦 我們來歡迎 好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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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開心了 今天在現場非常非常的熱鬧 首先呢 我們的來賓 來,你們自己注意一點點吧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 今天要做了這個主題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料理 我們今天要煮兩道菜 這碗道菜都非常的簡單 叫作洋蔥番茄清湯跟涼拌山藥 好的 洋蔥番茄清湯的食材有 來,你們先做你們的 來,我們來這邊 達爾跟悟空 大家認識悟空跟達爾 重點就是說 本來兩位是怎麼樣的關係 好朋友的關係 是不是 不是,是死對頭 對 是不是 死對頭打一下 死對頭 好 好 好 但是後來變成麻吉的好朋友 對 好,抱一下 不用抱我 抱一下 好 就是在現在呢 我們就是每天晚上六點的時候 在民視的頻道呢 是獨家哦 獨家 獨家跟大家見面 其實不然你剛剛有講 小朋友都看 我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都在讀書 都在讀書 不然 我跟他媽媽說 我們在 龜派氣功就要給他打 你給他看 小朋友看得那麼快 你給他看 我的小朋友看得到現在還這麼好 還是這麼好 對 重點是 小朋友那個時候不是不讀書 思想放鬆一下 對 而且呢 小朋友放鬆一下 看看之後呢 我們就趕快去寫功課 要吃飯了 吃飽飯就要寫一下功課了 不過陪小朋友成長 真的也是滿好的事情 好,我也會比他們這個動作 OK 好啦 這裡就你們自由活動了 OK 我要來教大家怎麼分享那種保養 對 好的 我們今天就是很簡單 對 煮個湯 清清爽爽的 但是它給女人會比較漂亮一點 不會太大負擔 沒錯,我們今天的湯品也很簡單 我們就是準備了洋蔥、番茄跟豆腐 可以放進去一點 好的洋蔥 洋蔥就可以先放 如果說我想要肉也可以吧 可以啊 放幾片肉也可以 對 其實我最常作的 自己在家裡吃的料理 就是洋蔥、番茄、紅蘿蔔 這是我常吃的 對,我覺得這道湯 如果加一點紅蘿蔔 味道也會更甜 我有就用炒的耶 可以啊 如果打個蛋也會漂亮 很豐富的感覺 就變成像是洋蔥、番茄、帶花湯 不過今天我們是加豆腐 豆腐 對,因為豆腐它含的這個 還有蛋白質的含量是好的 尤其是譬如說我們 比較熟齡的女生 荷爾蒙分泌的一些異常的部分 都可以直接調整 對,你要去說 要吃一點什麼豆類的補充 對 不然你用美膜 你是怎麼保養的 我幾乎在家我都會淡 這個 番茄炒蛋不錯 番茄炒蛋 不然我就會也是 加番茄加多一點 然後我燉牛肉 滷牛肉的時候 我也會加番茄 牛肉配番茄也很搭 很好 因為主要番茄 它裡面有 切紅素 它抗氧化的成分 其實對於我們 就是譬如說女性 如果說熟齡 有一些身體的不適 其實這個成分真的都很好 然後再吃一點 我們豆腐稍微切塊 待會兒它滾了之後再加下去 好,這是什麼 這個是山藥 這是我們另外一道菜 對,山藥也很好啊 因為山藥最主要是裡面 還有雌激素 好的 它也是可以調整 我們女性的荷爾蒙 對 本來,我要想說 當你就是說 生了小孩之後 其實流失也比較多 生小孩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鈣質流失很多 第一,從牙齒 第二,到近年來就是骨骼 後來我覺得就是說 我更年起了 尤其是更年起的這一段期間 真的是很糟糕 幾乎小孩回到家 我老公回到家 我從他脫了鞋子就開始罵 你鞋子為什麼沒擺好 很像全世界人都對不起我 可是說實在 我們也很難過 我也不願意這樣 你以前不會是這樣嗎 我是個很開朗的人 可是你看我那麼開朗的人 竟然也會這樣 所以我就知道我原重了 我覺得這應該不是 心理上的問題 應該是生理上的問題 其實很多媽媽可能 都比較不自覺 其實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其實我們女性的 會做一些改變 它是慢慢...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的卵巢的功能 慢慢沒有以前那麼好 因為你的內分泌改變了之後 會影響到你身體很多的問題 包括第一個 首當其中就是情緒 很多人就是不自主的這種 很想發脾氣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說到睡眠不好 真的 我剛開始的時候睡不好 也就是在更年期的前後 更年期的前後我睡不好 我一直以為說 是不是小孩要升學的壓力 造成我這樣子 你擔心嘛 我擔心 擔心是會啦 對,擔心是因為我沒有注意到說 我自己生理的狀況 那剛開始是更年期的時候 就是M.C.就滴滴答答的 有的到哪兒不 不然就亂來 亂來 突然在外面 他就一層紅紅 在後面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這樣不對了 那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去找醫生 但是有的人因為說 你去看醫生 這是不對的 有的人去看 以前那叫精神 精神科 精神科 情緒不好嗎 情緒不好 或是有一些症狀 但是我認為說精神科 我們去看 這是文明病 這也無可厚非 不是看復科嗎 沒有,剛開始是這樣 我一直以為 我心理上有問題 後來看... 就是情緒不好的時候 會去看那個... 我就去看 對,現在我們叫身心科 身心科 對,身心科 後來他叫我去看復科 我缺少了女性科 好 所以我就從這兩點著手 第一,我從吃的開始 然後來就是我運動 我每天有適量的運動 跳舞 除了跳舞 我會慢跑 慢走慢跑這樣子 那我為了調適體呢 我就... 我約束我自己 我一個禮拜最少要有三天運動 然後一次運動要三十分鐘 最少 然後我每次運動的時候 心跳要達到一百三十下 因為我很認真 很想好好過我的日子 所以我會從我自己這邊來調適 不會造成家人的困擾 對 其實運動真的很重要 對 因為一個家庭來講 其實家庭主婦真的是很重要 對 如果一個人不高興 全家看 日子也不好過 我早就怕我 所以你就了解這個狀況 你就自己來調整 我先自己調整 對 然後我先從飲食 然後後來我近日看到 我看到我的朋友很恐怖 很多人睡不好 突然間幾年不見 每個人... 因為我的朋友跟我的年紀差不多 對 然後看到什麼都面目猙獰 手衝快一點 然後每個精神都不好 睡不好,沒事啊 最後一問我們聚餐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就是都睡不好 睡不好 他看到我都說不然這樣 對啊,你有騙寶嗎 你都沒有這種症狀嗎 對啊 我說我當然也是有 但是我一說他們會怕 他們會說奇怪 你也這樣 但是你的日子怎麼過得到那裡 是嗎 你如果保持得到那裡 我就告訴你 你要對勝誰要 第一,睡眠好 心情就好 身體就健康 對 第二,我們如果保持有好 我們的氣息就好 心情就好 自己照著驚 我們自己就心情快樂 要自己看得到自己就真的 很害怕 你知道嗎 好 好的,我們待會兒還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 讓自己的日子過得比較舒適 整個月也比較困難 對 我們要慢慢分享 不過吃也很重要 沒錯 我們現在用山藥用一個... 芝麻醬 我們今天搭配芝麻醬 因為芝麻也有很多不飽和脂肪 也很好 也對女性好嗎 也很好 聽說也可以助眠吧 芝麻也是 芝麻也是 芝麻素 像我在家我是把直接山藥刨了之後 然後我直接切了 然後蔥、薑、蒜、醋 糖、醬油 它的稠稠 其實也可以對胃也不錯 也好吃 對,因為山藥很好 是因為說它生的、熟的 熟的都很好 因為山藥會有一點點黏性嘛 它其實保護胃壁也很好 而且重點是它真的是 女性吃起來好像是很高的 食物、食補也是食補 對,我都會建議說 可以的話就食補 我們湯大概滾個五到十分鐘 差不多可以了 對 好的 好 吃呢 每天我們都要吃 只不過你用一點點心思的話 就會讓你 因為食物料理要攝取到一些營養 如果有些不夠了 我們可以在家裡補充 對 那就會讓自己狀況比較好 精神也比較好的 對 好,我們現在差不多 稍微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上菜了 好的,我先放 好,小心啊 好,那我們可以準備來上菜了 好,來 好,這麼清爽 那如果我的話呢 我可能還會煎個雞腿 雞腿 雞腿當然有時候夏天吃起來很爽口 對啊,比較淡一點 對 如果我還是一定要... 要有肉 有肉 我一樣,我也是一樣 對,一樣,來 不然這樣 喝一點點湯 好,一點點 來 謝謝你 好的 謝謝 剛剛布蘭妮有跟我們分享 他的朋友有這種狀況 他說他... 問他 布蘭妮 為什麼你都沒有... 有這種精神不好或什麼 可是你怎麼可以維持得這麼好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 其實... 因為我是為我兒子 對我的態度 跟我兒子對我的態度 我很害羞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一直去找 但是我所看到的就是 因為我... 還不可以說 因為我一個朋友 也是親... 又有一個親家 因為他睡不好,你知道嗎 睡不好的時候 他經常吃安眠油 吃安眠油,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四個半夜、四個爛爛爛爛 爛爛爛爛 經常出事、出事 為了我知道 原來睡不好 所以他們去的一切 問題很大 後遺症很多了 後遺症很多 而且現在很多人如果睡不著 大部分都是會用藥的方式 那其實... 當然如果說嚴重到程度 一定是要用藥看醫生 可是如果說要長時間吃 我還有聽過很多例子是 會起來夢遊的 半夜起來吃東西的 對,我的朋友都是這樣 就是每個人的症狀 但是知道之後 就是自己要稍微去站 那當然就要想辦法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 有人會依賴他是習慣 依賴當中 我們要讓他不要變成一種... 依賴到一定是... 一直加一直加 我們就... 盡量要去控制 那我們再講說 後來你的朋友 你是怎麼跟他分享 因為我從我的情侶開始 我發覺後 但是我的情侶 他剛才吃... 我可以說一種藥名 一種安民藥 叫史基諾斯 他吃了之後 他一顆吃了兩顆 就是沒去控制 沒控制 沒控制 沒控制之後失控了 但是發現解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配搬他 好 但是我有一個親家朋友 他就是吃這個 好 吃我們這個快樂香蕉 你知道嗎 好 他吃這個快樂香蕉之後 但是他的藥並不痛 他也是尊教以前的方法 但是他一天晚上吃四顆 但是... 吃四顆什麼 吃四顆快樂香蕉 我知道嗎 你吃... 你吃... 因為藥不好的出問題 結果他吃這個快樂香蕉之後 一天吃四顆 他的藥慢慢地減 你知道史基諾斯 真的 如果有吃的人都知道 對 就是你要慢慢地減 對,吃史基諾斯之後 很多都很快樂 他已經可以在四個月 把藥改掉 改減輕 改百中藥之後 簡單 更輕 又吃這個 他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我那天看到他 他的皮膚是碰皮的 沒有啦 我們如果有睡覺的時候 對 是最好的保養 對 那當然就是說 平常是吸收營養 我們運動 這也是要的 心情盡量放得比較輕 鬆一點 對 這個生活可能稍微調整 你如果像這個 是一次就要... 沒有,我是... 我沒有看到他這樣 你知道嗎 我晚上吃兩顆 要睡前吃兩顆 你知道嗎 非常...心情不會... 我自己有解決的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我心情就不會這樣鬱子 其實人家看到人 像每一個人都會突然 看得到人就想要鬱子 對 不然要去廟 怎麼會這樣 旅行快點去出去 快點去出去 你出去 後來他真的幫出去 我也煩惱,你知道嗎 真的 對 後來我心情比較好之後 我也覺得 我吃到之後 對,我老公也吃 你不要疏忽 哦 也會有更年期哦 你現在男人的更年期 我問過醫生 比男人更困難 還多兩、三倍 是這樣嗎 確實男生也會有更年期 只是我們都忽略了 對,很多人也會 但是他的年紀會比較大 女生差不多四十幾、五十幾 男生比較厚 後面也大概五十幾、六十幾 對 對,可能有一些長輩 或是爸爸突然間 脾氣變得很古怪 對 這種都有可能 其實是荷爾蒙在變化 但是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我從以前剛開始更年期 前幾年 幾乎兩、三年前 我更年期 我竟然不知道 我到夜晚時 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好像幾個人在訓 那時候我爸爸在祝願 我一直想說我去家父病房 我想說去卡陰 那時候就亂不想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沒有這個資源 也沒有人來跟我說這樣 我在更年期很不容易 所以我有症狀之後 結果有一天 突然間 我背後的朋友去看醫生 因為那晚 我竟然一百七十八 所以很高 高血壓 高血壓 但是醫生有告訴我 你如果知道 我睡眠好嗎 但是我睡眠真的不好 他告訴我 如果以前 把你的睡眠調整得好 其實那個也不會沖河 你今天就不用吃油了 我現在變成高血壓 我每天要吃半粒的 降血壓的藥 確實是如果沒有睡好 長時間 確實會讓你的心血管 有些病變就會產生高血壓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如果可以在日常的飲食當中 像我們可以多吃一些山藥的成分 山藥 補充實激素 對,也要趕快來吃一個 然後像豆腐、番茄 也都是很好的成分 對,其實還有一個成分很好 就是你剛剛講的香蕉 快樂香蕉 對 香蕉的成分其實真的很好 其實很多人要運動前 也會喜歡吃香蕉 對 我要分享就是 我們跳舞的朋友 只有國外的國手 奇怪,我都想說奇怪 他們都帶了一個阿肉 我都想說那是乾還是什麼 結果不是,打開是... 香蕉的阿肉 大家一定要吃香蕉 所以他怕去地獄 所以香蕉 第一,跳舞的人 生素不好會完結 你知道這樣 大家吃菜都不會完結 吃了心情會好 對 還有的人會覺得... 還有一輩的人會覺得 吃香蕉均的不好 有什麼 其實這是我們比較傳統的說法 其實西方營養學 它對於香蕉這個 對筋骨其實沒有直接的 傷害的關係 是 倒是香蕉本身營養成分很好 它的碳水化很好吸收 運動可以吃 但是它的精華其實是在皮上面 你知道嗎 但我沒辦法吃皮啊 對啊,所以我們都講 西方吃香蕉皮 真的是... 身體會比較好 比較好 這是真的 因為就是香蕉皮裡面的成分 它可以讓我們體內產生這種 快樂素 也叫作血清素 那因為我們常常會心情不好 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那這個血清素 就可以來幫助我們平衡跟調整 所以會讓你心情比較好 然後又比較好睡 難怪哦 難怪我吃完之後 人家也會說 你現在比較可愛 對 你今天很可愛 好 差一點就差很多 真的 對啊 對啊 那還要跟我們分享 還有就是我們提到說 女性如果到了一定的年紀 我們到了熟齡的時候 真的要懂得保養自己 當然平常的食療是很好的 但是在這個基礎下 如果說你想要做一些補充 或者是很多人其實太忙 而且媽媽有時候 不能照顧自己對不對 雌激素下降 其實就會有很多症狀出現 雌激素 對,雌激素 所以其實除了山藥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成分 叫白高科 這個也是很好的成分 我也 對 感受到了 我覺得我吃... 白高科 其實我的皮膚 有的人說 症狀 症狀 其實我最近比較症狀 因為症狀後後 但是我的皮膚不會漏漏 怕症狀 皮膚會癢 我兒子以前跟我說 媽媽,你後面膩膩 頭腦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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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 結果我現在一點就沒癢了 一堆你而已 就都沒癢了 這孩子皮膚的症狀 又症狀 你看看 人家一手,你看 咪得不像你那麼症狀 也是外雙溪 對 好,外雙溪 人就是要這樣 愛自己 不然你每天一起來 你心情就好 對 心情好之後 一切都很平安、順利 而且不然... 真的,你有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 但是我們隨著年紀增加 它一定會下降 會流失 任何一個女生都避免不了這一條路 這是很公平 真的 你只要年紀一久 就是會發生 但是你就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保留住 好,那怎麼照顧自己 我覺得要懂得知道保養 譬如說補充什麼 會讓我們流失掉的東西 對 可以補充一下 如果補充得好的時候 其實你的情緒 就不會受太大的影響 對 所以你看 他把自己照顧得多好 這是我們女人就這樣子 互相學習、互相鼓勵 一起在活到老、學到老 還有美到老 是不是 對 謝謝我的光臨 謝謝 謝謝